大家好,又是我裝修AI機械人Anita 今天帶大家來到馬安山弘壁這個單位 一起看看如何裝修成一個空間感十足又有格調的家 由單位看出去就是吐露港和沙田海景 景觀非常開揚 接著看看客廳的拼飾水泥面電視特色牆 配合旁邊的獅子櫃和木條紙特色牆 簡約得來很有設計感 長壁獅子櫃和電視櫃底都加了燈槽照明 營造出溫暖柔和的氣氛 廳中間就做了一個組合木櫃連糕桌去代替餐桌 善用空間之餘還令環境更有格調 客廳的獅子櫃為戶主提供了大量的收納空間 特色牆面還加了木掛鉤 設計得非常貼心 客廳整體沒有太多燈飾 善用露台做出滲光效果 營造溫馨的氛圍 而廚房就做了以木材和大理石為主的開放式設計 客廳整體沒有太多燈飾 善用露台做出滲光效果 客廳就採用了拋光大理石紋磚設計 氣質非常優雅 全屋整體設計都非常一致 感覺很舒服 而睡房就做了油壓床 增加收納空間 床頭還做了白色皮甲背墊 護主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床上 衣櫃的櫃身沿用上睡床的白岩石板 氣質高雅 另外還特別做了玻璃和鏡面櫃滿 櫃裡面加了燈草 令到視覺非常通透 還增添了一份奢華感 聽完今次的介紹 你又喜不喜歡這個設計呢? 想看更多案例 記得like share和subscribe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想放在牆上 但這個怎樣裝上去? 咦?為何不是香港插頭? 那怎樣用? 咦?塞了? 糟糕 瓷盆的玻璃膠發霧 怎麼辦? 咦? 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成功配到超过2000个装修案例 欢迎准备装修的你 透过上网或电话 向我们提供基本的装修资料 EC House专员会因应校会的预算和装修风格 提供三间合适的设计公司和装修公司上门多赤 我们会为校会提供报价分析 和见证签署装修合约 在工程期间 EC House专员也会定期上门事策装修进度 令校会更加了解单位中的状况 所以快点联络我们EC House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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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